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经历工作已经是基本的结束,但是远处还能听到这个警铃的声音,还有一些的白烟长期,可能有部分的话随路纸尚未展现,爆炸的风景是让我们找回来的区域。 所以,这就是白烟长期的电力部的大楼,他们自发了河产的爆炸当中的大楼,被转发了尤其巨大城市,是被转发了尤其巨大城市,是被转发尤其他独立的大楼, 然后自己的电力部的大楼,自发了尤其河产的爆炸当中的大楼,被转发尤其河产的大楼。 那么现在呢,伤者的人数已经很少了,这也是一个好的信号。